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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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开 老爷 你干什么呀 我当时听到冬了一声 然后看到烛台从房间里滚出来 我学问里面也没有人 但是没有人回答我 谁 谁在里面 我看见有个黑影闪过 然后我就捡起烛台 听到后面的服务员在尖叫 然后我就打开门 看见了除灰色的尸体 我原打算进房间打扫房间的 谁知道 你眼望你一位小姐 满图是血的躺在地上 而许小姐手里拿着竹台 等一下 你刚才称 那位死者为那个小姐 而且又清楚地看到 是许小姐拿的那个凶器的 我不会乱讲的 许小姐是我们老客户 我认得的 也就是说 当时许小姐手里拿着竹台 很慌张地转向了你是吗 是的 她好像很害怕 对对对 怎么办 我们跳舞之后就分开了呀 等到回去原来的位置 又一已经不见了 知道她去哪里了 难道真的是又一杀了楚慧子 虽然他们俩关系确实很一般 但是我觉得 你应该不会到杀他的地步吧 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俩有过节 过节的看不上 不过他们确实是竞争关系 我是相信他的 他绝不会杀人 他可是我们的朋友 我看见有个黑影闪孤 这俩一样啊 一样 那是不是就说明上次的凶手 跟这次的是一个人 这哥们儿杀人狂魔吧 为什么要杀人 我想杀多少人呢 干吗去啊 你去哪儿啊 你在这儿待着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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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 是又来这里办案的 麻烦你帮我通报一声 我要见徐佑姨小姐 这我恐怕帮不了您了 少奶奶进来身体不适 老爷和夫人有吩咐 不让她随便出去吹风 佑姨 你等等 你去哪儿 佑姨 你请我解释 徐小姐 还不开门 行 徐小姐 又见面了 江探长 该说的我们在警察厅 都已经说过了 不知道你来又有什么事啊 我今天想请徐佑姨小姐 回警察厅问话 抱歉 我想我们已经配合完调查了 似乎没有必要再走一趟 那恐怕不行 我有了新的证据 你今天必须和我回去 你这是妨碍警察办案 你们这叫私闯民宅 天啊 这是什么地方吗 不要太过分 对 天子犯法于庶民宅罪 更何况你这儿姓周 不请讲 你 请容 不请 不请 年轻人还有大好的前途 别乱讲话 对自己不好 谁呀 周部长 九雅我 教官啊 来 走吧 我是警察厅的探长江斌 目前负责警华饭店的凶杀案 凶杀案 这么快就给这个案子定期了吗 所以我想请许又一小姐 回警察厅问话 你也知道 楚贵子在公务场合被杀 社会影响非常坏 我相信你也能理解 我需要给大众一个真相 当然理解 又一 你愿意去吗 父亲 又一身体不太舒服 不方便 那就没有办法了 若你们能够出示逮捕令 可以将人带走 否则就寻找其他的破案途径吧 周部长 我们所属刑处 有权利在审批前 带嫌疑犯回去问话的 你们现在没有了 稍后 密入书会发通知到警察厅 慢走 不送 请 六爷 咱们回去吧 走吧 是啊 陶 怎么办啊 以后别那么冲动 老爷 怎么样啊 怎么样 没事 他们都走了 父亲 谢谢您 今天要不是您来 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样的 拿我的拐杖来 老爷 前两天 你不是腿部疼了吗 怎么还要拐杖 拿过来 是 保长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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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老爷 你干什么呀 孩子都那么大了 有话说话 干吗要动手啊 放手 老爷 你散开 都是你 从来不是管教他 做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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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一向民事了 那行 咱们今天出说理 好 如果说这件事的话 却不怪他 又疑 今天所有的货 都是他惹出来的 母亲 你不要再讲了 你还在帮他 住口 你到现在还活着他 若不是他不知检点 怎么能惹出这件事情 夫妻 都是我的错 归下 道歉 对不起 夫妻 我让周家丢恋了 叫你给优怡道歉 优怡 实在抱歉 请你原谅我 好吗 如意啊 跟我上来一趟 跪着 我急死你了 急死你了 急死你了 你就让我跪着好了 可 没出息 坐吧 谢谢父亲 那些警察你不必担心啊 后续的问题 韩秘书会处理 那 苏琴 您预备怎么做呢 是要找其他人帮助破案吗 这件事真的跟我没关系 我当然是相信你的 尤姨 周恒做了这些混账时 前因后果我都清楚 你没有实力 不必听你妈妈的 这是周恒不对 没有任何理由 勤勉可讲 所以 若你有什么想法 想弥补自己 我都支持 谢谢父亲 谢谢父亲 我 我室友和周恒谈过 好 很好 尤姨 你想要什么 想做什么 都说出来 周恒解决不了的事情 爸爸给你做出 和亲 听你妈妈讲 你很希望自己的图书 能够远消海外 除了日本 你还对哪个国家感兴趣 美国 法国 对 多想想这些 吉他的小孩脾气 就别闹了 明白吗 丑闻越解释就越引人注意